Hello大家好呀 欢迎回到百科的书房 今天百科要和大家巴的就是系列中最强的牧师 东方仗珠的替身疯狂钻石 如果按照能力的归属 疯狂钻石应该是属于辅助类的替身 毕竟牧师的力量再强 单体输出也不可能超过战士与法师 比如五步中的黄金体验 虽然在单挑中赢了不减 但真打起来靠的还是钢链手指 但仗珠的这个替身是毫无疑问的近战之王 发起风来白金之星都挡不住 我们先从替身面板来简单分析 疯狂钻石基本素质 作为乔斯达血脉直系 疯狂钻石外表看起来就好像是换皮的世界 银色的盔甲与星形的装饰 背部的电缆怎么看都和世界的氧气管十分相似 与老年的乔瑟夫不同 仗珠在很小的时候就在血脉的影响下觉醒了替身 从替身面板属性来看 疯狂钻石的力量速度都是A 也是系列中继白金之星 世界外后第三个力素双A的替身 对比五步中的量产双A替身 疯狂钻石的近战实力堪称四步中的天花板 唯一能够压制钻石只有满电的新红辣椒 就连成太郎的白金之星初次见到杖柱时 也被打了得措手不及 虽然不少人都认为这完全是因为成太郎这十年来疏于锻炼 才会被杖柱破防 轮硬实力疯狂钻石根本无法和白金之星向提并论 但按照荒谬的设定书Jojo Valor中的描述 普通状态下疯狂钻石是完全有能力与白金之星相互决力的 他的速度快到一拳穿胸后对方根本察觉不到 就算放在整个系列中单轮力量速度的白板能力 我觉得疯狂钻石应该稳定top10 有望top5的水平 说完力量和速度 我们再来看看疯狂钻石的其他属性 从已知的数据看 杖柱替身的有效射程只有2米 所以射程地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由于杖柱在很小的时候就觉醒并熟练掌握了替身的使用 所以他的成长潜力只有c 唯一让人感到疑惑的就是疯狂钻石的精密性 杖柱可以精准地将子弹射中百米之外的老鼠 与脊梁脊影的战斗中高超的表现也 都说明了疯狂钻石微操方面的优势 这样一个精准度在我看来完全可以给亏吗 以替身的面板数据而言 疯狂钻石可以说是系列中少有的近战强力型高精密替身 成太郎说过 杖柱的替身有着世界最美好的能力 因为在他之前 替身的能力都只能用来破坏 唯独杖柱的替身能力是把一切被破坏的事物修复如初 虽然在后续中也出现了类似黄金体验 互双旅行者这样拥有治愈能力的辅助型替身 但说到治愈的效率和质量 还没有任何一个替身可以挑战疯狂钻石 它的治愈效率有多强 我们简单举两个例子 它可以将人一拳穿胸后瞬间将伤口治愈 速度快到对方都察觉不到 治疗早人的时候就更夸张了 可以说只要你还有一口气 不论你受了多么严重的外伤 钻石都能在一秒内让你满血复活 这种能力与其说是治愈 凶狂钻石不仅能够治愈生物 还可以修复类似摩托车这样的机械 它甚至还可以进行逆向的操作 比如在意大利餐厅 账助就把意大利面直接复原到了最初的原始成分 不过最夸张的还要说是它的融合操作 大家还记得杜王艇的两大都市传说吗 安杰罗和公本辉之府这两个让人厌恶的反派 一个被账助变成了石头 一个变成了图书馆的阅读资料 所以说我们的账助真的是心力善良的小天使 不论面对多么可恶的敌人也不会下杀手 不过在注重平衡的周族中 世间并没有完美无缺的能力 疯狂钻石并不能治愈替身使者本人 否则按照杖助那个小脑瓜 还不得弄出一个涌动机出来 另外疯狂钻石也不能让死者复活 对于被轰炸空间抹除的事物 因为已经从这个世界彻底消失 所以疯狂钻石也不能将其复原 如果杖助处于愤怒的状态 它在修复物体时候就会难免出现失误 比如成太郎的本体 我严重怀疑成太郎之所以会在 十只海中表现拉胯 就是因为本体受伤 结合疯狂钻石的面板与能力表现 治愈能力满分 近战方面堪比白金之星 虽然设定上杖助替身的攻击速度 只有300公里每小时 但不要忘记对于白金之星的描述可是光缩 大家觉得这两个设定哪个错了呢 谢谢大家的观看 如果喜欢百科的视频 还请多多支持哦